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日前在渤海某海域 连续组织歼15舰载战斗机空中加寿游训练 锤炼部队复杂条件下的海空作战能力 下午1点 树架歼15舰载战斗机呼吓升空 穿过多条航路到达指定空域后 进行空中加油 13拐请求空中加油 好的 把这高度飞机要6号 明白 空中加油机大多是由大型运输机或轰炸机改装而成 而此次空中加寿游 加油机与寿游机均是同种型号的战机 因此称为伙伴加油 我们需要飞机员进行比较精密的操纵 飞机员如果操纵量比较大的话 尤其在接近的时候 飞机状态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偏差 更不利于自己的对接 它的最大难点在于飞机员调整心态 空中加油时位于后方的受游机会受到来自前方加油机尾流的影响 空战等多个科目随即展开 这次训练进行了多架战机空中连续多次加速游训练提高了舰载战斗机的持续作战能力